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2015 會不會走出來說不認同 去和他們劃清關係呢? 不會 要麼你就覺不 很簡單,你當我是梁振兵 你是不是叫可恥,他會下台嗎? 他不會,因為你要實際行動 要麼你就上來搶這個台,拉我下去 和理非非三十年,有用嗎? 雨傘革命可以更加勇武起來 但是一群政棍、左膠 用和理非非,將整個革命糕造化 勇武抗爭,香港建國 素人真知,四眼喜宜 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第七集的素人喜宜 奇奇怪怪,今天好像只有我一個 其實因為四眼哥哥 其實他這個禮拜,私事都比較忙 好像我上個禮拜都不見了半個小時 有時做事,可能有些私事突然之間來不到 我今天都是剛剛上來 他才跟我說突然之間來不到,有私事 不好意思,我也很緊張 突然之間,因為未試過自己一個做節目 其實原本他預備了很多事 跟大家說 因為我日常要做事 以及搞組織那些事 晚上,多數都是 可能比較少時間去準備節目 多數都是他準備節目多 搞到死了 突然之間,要我自己做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說 不過,不要緊要 跟大家聊聊天 可能一會開封煙 等聽眾可以 看看大家有什麼可以聊聊 我相信這陣子 大家都會留意到 我會有什麼想到 賣Radio 新出了一個月費計劃 這個月費計劃 詳情是怎樣呢? 容後公佈 不過呢 我見到其實網上 都開始有很多不同的留言 有說到 不如搞課金啦 好像熱血那樣 又或者不要好像月費 搞到好像D18那樣 有些人甚至說 教主是標美會 要收回 臨到尾 要收回些錢 其實呢 聽到這些的心 其實真的 有些不好受 為什麼呢? 因為我講一講 我跟教主的相見過程 或者第一次是怎樣見他 其實第一次見他呢 就是年初五上來撤銷豬 其實那次才是真真正正第一次 跟教主有接觸的 那時候是四眼哥哥 帶我上來一起跟教主拜年 上到來 那時候 因為本土民主前線 其實都不太出名 還有我又比較少去說 跟不同的政治人物去打交道 那我個人就比較接的 獨獨的 那樣 就是對著陌生人說話 都有少少害羞 那一見到教主 教主已經很nice 走過來 阿瑞你好啊 那時候是有少少 真的受寵若驚 因為那時候沒有想過 一個組織仔 會令到教主記得 以及會主動過來打招呼 那一刻其實真的很受寵若驚 那當晚呢 其實都有跟教主 聊過一下 很清楚他的理念 就是很明白 那一下 第一一下的感受就是 教主對於年輕人的支持 很大 真的很大 然後我又上來做 《雨傘九十號》嘉賓 做過兩集 一集做嘉賓 一集做嘉賓主持 不知道為什麼 無緣無故被文匯 還是大公死 我做MyRadio節目主持 那時候 《雨傘九十號》 阿南都笑我 就說 既然是這樣 不如 阿謙跟我說 既然是這樣 不如拿個節目做 然後 那時候 其實我都 怯怯的 因為 說真的 第一 沒有任何經驗 你都知道我真的 掃到好掃地走出來 連之前任何政治組織都不是 不要說網台 第一次直接拿一個節目去做 其實真的很緊張 還有 自己有Youtube頻道 我們以前本土民主前線 都會有Go up Go up幾集 講一下我們 一些冷得打字打出來的心聲 或者我們的理念 但是 因為製作成本其實很低 很簡單 所以 其實我們都不會說 很認真地去讀稿 有一個schedule 你看到我們Go up到現在 都是第三集 對不對 最主要因為我懶 真是不好意思 那 我其實那時候都很緊張 說拿個節目 但是 Alvin又說 跟我一起做 既然是這樣試一下 大家 那我都覺得 其實好的 因為始終我是一個組織的發言人 其實都想自己在不同方面 可以進步多些 還有 即是有一個平台 終於可以讓我去講一下 一些 這麼久以來的心路歷程 想些什麼 因為其實 開頭的時候 很多 我們的支持者 其實都不是 真是很清楚我們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我們是掃垃圾起家 其實我在掃垃圾之前 已經搞過兩次光復行動 有些人覺得我們出來是純粹為了搞事 不清楚究竟我們反水貨客目的 為什麼一出來反水貨客 本土是什麼 當時其實我們都很盡力嘗試去打字 打多些文文 做好些 不過無奈 因為之前都講過 我們的組織真是一個蚊營組織 雖然人好像幾多 但是大家都有正職 或者讀書 大家都有各自的夜蒙 我自己因為當時 開始轉做freelance design 開始叫做 有空少少少 誰知道一轉做freelance design 就不得街了 一做freelance design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由客 但是客人 每個人一見到我 那些曝光率這麼高 又不夠時間 因為其實真是很老實講 我有時候兼顧組織的東西 有時候會令到工作上面 有些少掉漏 如果有些客人看這集節目 都真是十分之不好意思 所以現在都盡力 開始要去忙回工作上 因為我自己戶口的錢 就真的花得七七八八 差不多糧尾 都不是糧尾 糧尾了幾次 幸好繼續有些朋友 有些好心人 支持著 當然不是金錢上 很了解 也試過有一個黃絲的師傅 他就知道我出來搞之後 客源少了 他都很諒解我 還有很多事情他都拍了心口 幫我去搞 這裏其實真是很幸運 有這些人繼續支持著 我們繼續走下去 但是我們開始想寫多些文 但是大家都很忙 沒有時間去寫 還有叫做組織 我們開始成立得很急 大家的理念不是完全一致 所以我們開頭很簡單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最後想香港的願景是怎樣呢 是港獨啊 是建國啊 還是成邦啊 還是英治啊 還是自治啊 還是怎樣呢 這點主題其實我們都談了很久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百分百分也 全部人滿意的共識 這個當然沒有可能 但是會進… 國執幾十二的去辯論一番 希望大家去明白大家的理念 我覺得這個都是整個組織成長著的 因為沒有平台讓我們講一些理念 或者我們現在年輕人一代究竟的想法是怎樣呢 然後我就膽粗粗地去跟台長講 台長不如試下給我一個節目 我和Alvin 啦 即是我和四眼啦 台長想都沒想,跟教主講 教主想都沒想,就說沒問題 最緊要是給點心機 當刻知道了,其實都是受寵若敬啦 因為我出來講話那麼久 我都不覺得自己講話叫好 我覺得自己講話都幾壞 因為首先一來,凱琪都講過很多次我的粗口問題 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我的懶音啦 還有呢,我就真的,其實 由小到大都是一個... 瘋狂來的 所以我其實對著陌生人 或者對著鏡頭講話 我是會比較緊張 特別是現在只剩下自己一個,真的很緊張 所以教主當時就沒有想過後果 又不怕我們講錯話 一會兒說了一些不知什麼東西 那些警察上來抓人就麻煩啦 又影響到教主 然後教主都很好,就想支持我們 去給個平坨我們發聲 然後就... 就給個節目我們做 那開頭我跟Alvin 其實就想了很久 那個節目是怎樣走呢 還有,就是開頭你見我們請很多嘉賓 那其實我們一直都有想的 就是不可能每一集都... 即集集請一個嘉賓上來 那我們始終都要去豐富我們的節目內容 那其實我們一直都很怕會有一些節目的排行榜 或者是台長不知幾時 就找我們兩個聊天 喂,你兩個的節目做得收聽率有點差 因為我們其實經常都有不同的網台節目 或者就算賣Radio裡面 我們都會比較一下 例如,毓民踩場 閒閒地,真的不用說啦 閒閒地Youtube點擊率都慢幾了 那本土論壇,真的閒閒地幾K 我們有時候最多可能都是2K 2K左右 那其實我們都很明白 我們的收聽率其實是比較低 那我們都很擔心 影響到MyRadio的收聽率啦 那還有還要在這些時間 那所以我們其實都很盡力去改善自己 去找多些資料給大家 那無奈今集有突發事情 那變了沒有什麼資料性的東西給大家 那今集就當是我自己的盡吐心忠情啦 那之後突然之間知道了教主 那他會整個收費節目 那當時我都在想 其實都差不多是時候啦 因為其實我在 他說推出月費計劃之前 我已經有奇怪過 啊為什麼連現在破折號都搞課金啦 那熱血搞課金不用說了 那D100又月費 那老蕭那些又不用說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那然後 那然後 那問過一下 那那教主就說 其實最主要搞個網台 他的目的就真的是 給一些年輕人試一下 還有宣傳一下一些理念 那講到這裏 突然之間有封煙,是不是有封煙? 好,接進來 喂,我是Alvin Alvin,你終於... 那我就隨時可以回答我幫幫忙,不好意思,今天來不了 不要緊,你先做好自己的事 大家都明白這些... 你繼續講完你這一部分 好啊,Alvin可以在這裡聲演,我立即淡定一點 然後,奇怪啦,為什麼買Radio沒有月費 因為我上來買Radio,第一次上來是覺得 嘩,感覺很清新和很Pro 又見到一些儀器啦 見到很多人都很用心去經營這個網台 但是我就奇怪了,究竟他收入是怎樣來呢? 雖然說他網上是有擺著一個PayPal的戶口 但是,我相信啦,就這樣擺著在這裡 沒有人去提議捐啊,其實都... 我相信都很少人會主動去捐的 這個都不怪得大家 我自己都不會無緣無故進去內容那裡看個PayPal啦 然後,我就很奇怪了 哇,經營一個網台又要這麼多儀器,這麼多保養 還要請人 原來問過才知道原來教主是每個月 自己銀錢出來是無條件地去支付經營這個網台 而且教主還要是,他沒有要求任何主持去說一些什麼 或者不要說一些什麼 他完全是任我們自由發揮 那我覺得,教主真是很為我們香港的未來 很為香港的下一代著想 那所以他現在推出這個月費計劃,其實我覺得是絕對合理 因為說真的,經營這個網台 我相信可能有一些聽眾啦 有上過來,旭敏彩場現場版 其實都上過來買Radio,上過來普羅 那都知道其實這裡的裝修啊 其實是一點都不麻煩 那我自己都有做裝修的嘛,是不是 其實一點都不麻煩 就是看得出有扔過心機,扔過資源下去,去付錢的 那沒理由要教主一個人去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雖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主經濟狀況是可能輕鬆啦 還是還是困難 但是我覺得作為聽眾的一份子 如果我都是一個聽眾,我是絕對樂意去購買這個月費 去當支持這個節目也好 當支持整個網台發展下去也好 那所以,即是來月尾啦,會公佈一些細節 那我都希望,即是現在有聽MyRadio 有聽素人起義的聽眾 我相信到時希望大部分都可以支持這個月費計劃 Alvin,有沒有什麼補充一下,對於這個月費計劃 月費計劃那裡就沒有 那你都一個人說了很久 我們就去一去一段片,就先看兩分多鐘 好,兩分多鐘 麻煩最訊人員播一播 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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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參與過這種街建成勝利 我理非非的社會模式 好,謝謝你 我愛情景欣的香港,我愛我的同學 我愛她的莊友 我非常之不好意思,她為打打來這麼多麻煩 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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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投訴香港市民 我想問香港電視職工會的朋友在這裡 我想問香港電視職工會有沒有朋友在這裡 我想問香港電視職工會有沒有朋友在重片上 現在閉閉閉閉就解決問題 現在香港市民現在第一次大亂 沒有辦法做一個有創職的集會 剛才大家看完這條片 說真的這條片我也是第一次看 所以就留待一下Alvin 向大家解釋一下這條片 好Alvin 剛剛那段片就是2013年10月20日 當時在政總那裡有一個 關於當時HKTV發牌問題的集會 眾所周知 那個集會被一些左膠人士騎劫了 左翼21 是 那次是第一次有人上台 搶麥 說出他們的陰謀 說出他們如何騎劫這個運動 希望把群眾運動交給群眾 或者交給HKTV的人去處理 所以我翻查一些資料 其實當時那個人拿著咪咪說話 大眼鏡那個那個死眼哥哥 就是李啟迪 那我就思考回 在雨傘革命裡面 其實李啟迪也是做過很多事情去幫忙 那為什麼要找回這一段片來講呢 就是看到香港社運這幾年 其實離離去去 就是左膠也是那幫左膠在搞 就是搞一個永續的社運 就是為什麼要找回幾年前的片來講 就是一定他們的運動模式 是錯誤的 那但是 就是李啟迪當時就上台唱咪 其實就當時已經做了一個 類似拆大台的行動 那這件事也都在雨傘革命期間就發生過 那其實不單止我一個人做 那其實我只是一個 叫做所謂代表就上了大台那裡 那下面其實是越來越多人 意識到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問題就是 就是經過雨傘革命之後 我們怎麼能夠 從雨傘革命裡面 就是學懂這個經驗 就是得到這個教訓 就是接下來我們都知道 民陣又召人 包圍立法會 那到時如果再有大台的出現的時候 當大台又再出一些群眾認為 不能夠接受 或者我們覺得可以做得更多行動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做 那我就思考了這個問題很久 那我就覺得 會再次 就是不能夠再是 靠我們 就是我啦或者你啟迪啦 或者同一班人去再 作出同一個 拆大台的行動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再是我們做的話 又一來就會被人 標籤成可能又說熱狗化 二來就很多人就會開始 就會猜想 我們這班人是不是有目的 那每一次都要去騎劫 某一些東西 或者所謂去 搞破壞 那大家又要再次在雨傘革命裡面 你學到些什麼就是 群眾自發 就是以後我覺得有很多行動 是不能夠再依靠某一些 就是所謂領袖 或者曝光的人去帶領 然後你跟隨 那這個 這個理論其實就正正 就可以對照上一集 我拿了一段片就是講 其實 第一個追隨者 比起第一個走出來 帶領運動的人是更加重要 那我就很期望下一次 是會有另一些人出來 就是最好就是群眾自發的素人 你在適當的時機 你覺得適合你做一些行動 然後我就會去跟隨 我就嘗試 不會再帶領任何的行動 但是當我判斷到 你的行動是正確的時候 我就會跟隨你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 那為什麼今天要講這件事呢 就是 那我這幾天看回整個預算革命的一些資料 那我就特別看到 去金鐘大台那一部分 其實我就想講 站出來承受壓力 就是一個必然的事實 但是那些壓力呢 有很多時候就是給所謂的自己人 資格是多於你的敵人 那我還很記得 就是當時上了一個大台那時候 就是面對台下過千人 有些人不停叫你下台 其實我原本上去是沒有計劃的 純粹本來是有一篇 我想大概三至五分鐘的 的講稿 想講完就離開了 就沒有想過會上了 因為我上了台之後 有人就在下面動一些 之後我就 直接沒有講到我原本預備的內容 就講了說 我今晚就不會下去了 其實我就 真的沒有想過 那個效果是怎樣 是會怎樣 就沒有想過 那個效果會著的 那如果不是真的 有個女人過來 拔了我下台 我都不知道 我會有什麼下台街 那當時 就是台下的群眾 就是 就是 可恥啊 二五仔啊 沒有內控啊 下台啊在那裡搞分化 搞緣旺角就搞這裏 那當時就 其實就是 壓力就很大 那後來成立了 學生前線之後 我直球連那個 passport都被人擠上網 就 基本上我就 就是隨時 就是他要 再把我任何招曝光呢 都沒有問題的 那 去到這個情況呢 我就在那裡想 再根據回 前幾個月 反水貨走私的行動裡面 就是每一次 我或者 Ray出現的地方 就最少有一至兩隊便衣警察 甚至乎是明目張膽 拿著攝錄機就拍著我們 那在再下一次行動裡面 如果我們 我們 很明顯地再出現在前線 究竟對 運動 或者對行動 是有利還是有弊呢 我就覺得 很有可能是 太多於你 因為 首先 我們 可能如果在前線出現的話 我現在就沒有任何組織 在身 就純粹 我現在是一個素人 可能是比較知名的 抗爭者的身份 站在前線 那 會有部分人 部分抗爭者 或者群眾 如果認得我的話 可能會期望我帶領 做某些行動 或者 警察就會高度關注我 出現的位置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只會令到 旁邊的人帶來一些 就是風險 那我就所以就 積極考慮 就 不會出現在 就是最前線的 某些位置 那反而就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 就是我判斷有人 帶領某些行動的時候 就是我仍然會參與 但是我就 就是不會再高調 出現在 任何前線的位置 就是我想這一點 Ray 你都應該 真同感受 是吧 或者你都講一下 你自己的看法 好啊 其實剛才你講了很多 都是 例如 群眾的自發性重要 還有我們叫做 有少少知名度 那些警察會 會特別針對我們 我可以說一個事例 就是我們最近一次 大型的光復行動 就是光復元朗 那我都講過 那天我解散了之後 那我好像就做夢 脫下衣服 出現了 那我逛下逛下的時候 就發現 不知道為什麼 後面總是有幾個 它是很奇怪的 首先有兩個男的 一個女的 一個女的 那個女的 比較是 主婦一點 看上去真的不像是差婆 然後那個女的跟著我 然後男的 拿著電話 這樣 其實都很正常 因為那時候 有什麼針針都是 拿著電話拍 那我其實沒有什麼 那我沒有什麼 然後去到 有一個位置 在麥當勞 那個外面 對開 那我站在欄杆 那我發現 很奇怪 啊為什麼在欄杆 前面 三米 是正在掙扎的 就是已經圍著了 那但是他 不拍掙扎 拍我的呢 那我就很清楚知道 原來那幾個是便衣 那當時還有些示威者 不知道那些是便衣來的嘛 那還想做一些 可能 激進一點點的行為 那其實當時呢 我真的馬上想跑開 因為 很害怕 因為我帶來了這兩三個便衣 然後就影響到 其他的示威者 那所以其實 現在想回 對外 可能很多人都不會明白 究竟 可能有些人 還很天真地問我 啊為什麼你不上前線啊 那這樣 其實可能有時候 就是我 和Alvin 你們上了前線呢 會對整件事的影響是 弊大於你 還有 就是我們覺得 我們的用途是 不一定要是 起前線 那雖然我自己呢 就十分之熱衷於起前線的 那但是有時候 為了大局著想呢 都真的盡量要去為個 就是為了其他示威者 其他抗爭者的保障他們 因為 好啦 假設 六月的時候 真是去佔美立法會 無論民陣帶也好 我們帶也好 熱血帶也好 哪個帶也好 那總是會有一些 有頭面的人出來 那我上次都講過了 就是 起我眼中 有頭有面 站在前線 懶在衝擊那些 是甚麼呢 多數都是撈取政治本錢 博 拍過一兩張相 讓大家覺得他很勇武 實際上 你問我他會不會衝呢 可以看回 11月25號山東街 村長 是不是 那我相信大部分 都是那類的 那所以就真的 不要有其他 就算是本土的意識 抗爭者 都真的到時不要奇怪 喂 阿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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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打算怎樣 衝的了 你問我呢 其實我真的 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我心底很想衝 但是如果我跟你一起去衝 可能就會搞到整件事和了 那所以其實都是最緊要 就是我們開頭已經強調的東西 就是 在一場抗爭裡面 每一個人 都會有他自己的角色 最緊要是每一個人 他都會有他自己 獨立的思想 自由的意志 好清楚明白到 做每一件事 哪件事會是利大於弊 哪件事會是弊大於利 還有真的不要再麻木去追隨 一些所謂知名人士 或者組織 真的去靠自己 一堆自己去想 怎樣做是幫到 就是好像 假如民陣他們6月22日 會為立法會 學聯彈出來 會爆玻璃 那你見他們放風 都是打算劇本會是這樣 民陣幫忙吹立會 學聯幫忙爆玻璃 學民家學聯一起衝進去佔領 那我相信到時 劇本多數都是這樣 那大家到時 我覺得要看好這個形勢 你會覺得 那個形勢衝是有勝算的話 或者那個形勢衝是安全 和最大利益的話 那你自己才去決定衝 還是不衝 就不要到時 就算 無論我 Alvin 熱狗 什麼都好 那到時他會說 喂衝啦 喂大哥 你看到那裡 警察多一個人 是不是真的衝得過 那這個我覺得是 就是 每一個抗爭者 他自己都要 需要去考慮 就並不是 某些知名人士 或者某些組織 說怎樣就是怎樣 就是很老實說 那不會有一個組織 或者每一個人 他做每一件事 都是百分之一百正確的 那所以 我們 那麼多集以來 不斷強調的就是 每一個人 他不同的角色 和每一個人 應該要有自己 獨立的思考 是的 那就是 也都是 我拿回自己做例子 那我之前 搞完那個學生前線之後 接著就已經 脫掉所有 所有組織 那就是 以素人的角度去看 其實就 最好 因為你沒有組織 在身上 你唯一 考量的東西就是 你這個行動 值不值得你去做 就不需要考慮 譬如說 是否為一個組織做 或者是 其他的政治因素 就是 這一點我覺得 是非常之重要 那跟著 我就想 再講一下就是 就是 在預算革命 大家都知道 整體來說 就是完全是失敗 那後來 我覺得 有些什麼是 預算革命之後 叫做 在香港民主進程上面 就是我們 叫做學到一些東西 或者是 帶來 有一些什麼的 就是 我不可以說成果 但是 有一些盡情 就是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所謂的 拆大台 和退亂 絕對是 遇散革命之後 能夠 就是我們學得到的東西 就是 就是你對一些 可能 騎劫了你的意思 或者你覺得 他 表面上 說是和老人 但是 實際上 可能他是 判斷錯誤 或者是 真的做錯在重大決定之後 你是應該怎樣做 這一點 是非常之重要 就不是這樣 這個我覺得 是一個更加大規模的覺醒 就是以前 沒有遇散革命出現之前 可能 那些人都會覺得 公民覺醒 可能是 民主派 就已經叫做公民覺醒 懂得追求民主 已經是公民覺醒 但是 其實在整場 雨傘革命裡面 大家都看到 原來 是真的會有一部分人 他是盲目追求一些 社運團體 或者社運民性 他們並不是很真真正正 清楚的理念 但是真正清楚的那一班 他就會做出 例如拆大台 或者其他的行動 未必是完全順向大台 那這個我覺得 是一個更加高質的公民覺醒 是直接令到香港現在這個社會 是大幅的進步 就是 只是說 港珠的質素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大幅的進步 就是可能以前 有70%是港珠 30%是叫做 基本覺醒的 那現在可能只有50%港珠 30%是叫做 民主覺醒 或者叫 那20%呢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高層次的覺醒 是不再需要聽令於任何組織 他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獨立的意志 有沒有什麼補充 那 那 然後就有第二段片可以播一播 麻煩 右手放在你的心口上 我開始讀了 今晚 立法會通過了港深港高速香港高鐵 香港段貨款 我們撐到這一刻 凌晨2點05分 我們在這裏懷在無比的意志 宣告 新的香港 在這一刻真正誕生 因為 我們所面對的世界 是一個沒有公義的世界 我們今天 由這一刻開始 將會繼續 微笑 向一切不公義說 我們不會放過你 工人做給你看著 虛偽的政黨 你看著 官商勾結 你看著 不可持續的規劃 你看著 一黨專政 你看著 沒有人權 你看著 沒有腰骨的傳媒 你看著 玩弄知識的專業人士 你們通通跟我看著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壞事 公義未做盡 公義未彰顯 所以我們保證 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我們將會以公義為指標 一直看實你們 如果你以為 通過了高鐵活款 這一個給你不斷私有化 不斷撈油水 如果你舊世界仍然存在的話 我告訴你 我們將會如你所願 明天 明早早 你睜大雙眼 你就發現你自己 還在那個 骯髒骯髒的舊世界裏面 以為自己很安樂 但是 反高鐵撤回方案 不簽不插蔡元春這一句口號 我們會繼續令它響震天 我們在這裏誓思 我們不要經濟甜口 我們一定會繼續抗爭 一步一步 在香港這個屬於我們的土地 開展一個新的世界 這條片其實是反高鐵 當時其中一晚 不知道是哪個演講者說的 說到很... 聲勢力竭 我不知道原本想跟大家說什麼 不過我自己感覺 這個是一個 左膠的 擅長的演講 因為他講到明天 第二天 每個人都看著 講完之後 我發覺原來 由09年反高鐵到現在 原來香港都沒有變過 第二天進入一個新香港 這些東西真是騙小孩子嗎 我不知道他原本說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自己聽起來 就是這個意思 剛剛被他無緣無故打進來 打斷了 現在繼續講回 又是收費計劃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教主付出了很多 所以都希望大家 在有收費計劃之後 不要嫌棄我們 我們會繼續努力 都希望大家可以付出少少支持 繼續接通 Alvin 我想技術 這個問題 要等等 等他再跟大家解釋 糟了 今集沒有了Alvin 那個收聽率 Live的收聽率 直線下降 現在只剩二百幾個 平時看 還有三百幾個 搞到我現在 不知道怎樣好 不知道怎樣 跟教主交代 他還 哎 那麼支持我們 對 沒辦法 我以後再給點心思 其實他剛才說了一個 其實我也想想的說的問題 就是 即是 接下來的抗爭 是不是 有他沒有我 有我沒有他 例如 學文思潮這樣 假設 學文思潮 他打算做的行動 和我本通民主前線的行動 如果我們沒有夾過之下 剛好一樣 那大家 不知道會不會說 喂 你跟他夾好 左膠行動 或者怎樣 我希望到時 大家可以到那一刻 放下成件 即是自己用自己的思考 去想一下 即是假設啦 假設 那我就去 衝進去 海虎M機的 那我 怎知學文思潮 又是打算衝海虎M機 那大家都肚餓啦 想吃東西 那大家衝進去海虎M機的時候 難道 大家 即是需要大家幫忙 不會只是我們組織的人去衝 那我們幾個支持者 或者追隨者 或者認同我們行動的人 我希望到時就不要說 見到 喂 學文思潮的人都肚餓 都要吃M機 那我不吃M機啦 我吃KFC 那我希望大家到時不要 即是 我很相信 每一位 信任我們的 和 認同行動的 都是真真正正正明白 行動背後的目的 即是我去衝M機 是因為我想吃 脆肋雞腿包餐 就不是為了隻雞 那如果你到時說 欸 KFC也有雞啦 我去吃雞 那我希望不要 即是大家要很清楚明白 我衝M機 就是為了脆肋雞腿包餐 就不是隨便給隻雞 那不是為衝而衝的 即是可能 即是現在 我相信大家都會開始去盤算 去準備六月的正改 的一場大人抗爭 即是我自己看 這幾天的風 講真的 基本上已經過了 黃誠志 滴致遠 他們都走出來 黃誠志 還打算自己去搞個 簽名行動 支持待著先 那我都不太清楚 究竟他是不是民主黨 還是民主黨派他出來 這樣做 但是啊 四方西又 講得明白 不過他其實今天都 轉轉地 就說如果公司票轉個人票 那他就會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如果提委會的組成可以鬆散一些的話 即是可以有一個傾的餘地 那這個絕對是一個好的方向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提委會這一件事 本身都不是代表到香港市民 你就算把公司票變個人票 都不是真真正正是一個社會階級的 即最起碼不是一個直接民主 也都不是一個間接民主 這個不可能是一個民主的普選制度來的 你待著先 你現在代 和變公司票代 基本上對香港人來說是沒有分別 因為他們根本都是沒有提名權 那好啦 Alvin又成功接通了 可以駁他進來 是 不好意思啊 剛剛那段片 你是不是第一次看 是啊第一次看 你的感覺是如何 我自己覺得這段片 即是他講得很好聽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 左膠散場的演講 是啊現在看你就覺得是昂咎 但我可以告訴你 當時我在現場 是很多人都是慷慨極昂 就是覺得 即使他通過了 我們現在散場 都仍然會有下一波的抗爭運動 是可以真的成功去反高田 嗯 嗯 那當時 即是他就在台上 這樣指揮群眾 嗯 那台下其實有很多人 已經拘捕了鐵馬 出馬路 這樣那樣 那 那 那 反高田是09年的事 後來 2010 連通過 2012的政改方案那時候 其實 都是差不多的事情發生在立法會外面 就是 又是 就是過了 哎呀 阻止不了 接著就散場 接著就說 我們會回來的了 都是那幾句說話 都是 然後 大家 再說近年些 就不用找一些片 大家很清楚 比如 剛才HKTV有一個例子 反國教有一個例子 反東北又是另一個例子 那 一個月後 我們如果真是 民陣 召喚到人 包圍立法會 到時是不是 會有機會這樣散場 絕對 是很大可能 是會這樣散場 是啊 你看看雨傘革命 我記得 旺角清場之後 我們都長期 繼續留在禁止 是啊 在海富橋那裡 就拉了一塊 叫做 關於這個 星期六運動 就是說 即使 我們散場 被清場之後 我們每個禮拜 仍然會出來抗爭 我們看到 半年過去 是完全沒有發生過 這件事 這個 什麼禮拜 禮拜六佔領 其實是 阿 快山提出的 在旺角 那 我就想說 就是 除了看雨傘革命之外 我又看回 因為我本身有很多 韓國朋友 嗯 那我跟他們談 南韓 人家以前是怎樣去 爭取一個 民主 盡情 不斷示威 當然 他們不可能 就是那些大學生 他們都不可能 一個星期七日出來示威 當然 人家的星期六運動 就是真的 每個禮拜 週末 就出來 是會每個禮拜 都會 如果吃雷雷蛋 就不像香港人這樣 是啊 人家那些才是真正的星期六運動 正如現在很多人看 你看到 有些民主黨中人都已經在做著手腳 其實就是 預備著 找些 下台街 那些位置 去通過 是啊 那就是 剛才說的那些片 全部都是在說 去大會 永遠都是在說 我們不要 給一些 暴力的事件 去影響了 和平的江津運動 每次大台都是這樣說 歷史在笑 那來近清奇 即是來近 錄園包圍立法會的時候 你要做事的時機 是不是 你等它通過了那個方案 之後才 又 通過啦 很憤怒才做 還是你覺得應該把握一個 更加 緊要的時機 這個亦希望每一個抗爭者自己好好去想清楚 是啦 好啦,Alvin,你現在是不是不方便了? 你可以休息一下,因為都剩下一點時間,可以說下去 好,再補充一點點,上次說被捕經驗 因為一開始我一個人說,說漏了一些東西 我就寫下了,就是關於 有人問我,為什麼一開始就要說被捕 為什麼不是說怎麼預備一些裝備 就是因為心理質素永遠是重要的生理質素 就是你要prepare for the worst 你才知道你可以為這件事準備多少東西 是啦,所以為什麼要先說被捕 就是去最壞的情況 會發生什麼事就要先告訴你 那就是當中就是,即是夏天啦 那你被捕了進去之後 他就一天就是有三餐的 就是早餐、午餐、晚餐 那你遇到一些食物就超級難定的 那如果你早餐遇到火腿通,都已經很幸運了 那之後呢,都是一些被捕飯,我就叫他做 因為他就是用一些獻汁,這樣隨便做到一些飯就給你吃 但是我都覺得,如果你萬一真的遇到這個情況 就一定要吃 因為除了那些東西之外,你沒有其他東西去補充他的體能 那你體力沒有的話,你意志力就會下降 意志力下降,就可能你會作出一些愚蠢的決定 所以這一點都非常重要 儘管那些東西是很難吃 都一定要撐下去,補充體力 還有進去,休息很重要 很多時間都是等的,我建議都是睡覺,安靜地睡覺 對呀 就是這麼多,剩下就交給你打完場 好了好了 就辛苦你了 謝謝你,謝謝你 幸好你打過來救兵 否則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一個怎樣可以趕足一個小時 如果是教主,叫他自己一個趕足兩個小時 我都相信沒問題 不過我又差很多 自己一個小時未必真的可能可以 他剛才也有說到被捕那件事 我上集出了之後 一個很幫助我們的律師朋友 他看完那一集,他也馬上打過來 說我有一點點要補充 就是我上集說到背景資料 背景口供 我說其實下不下都可以 他就說到其實最好就不要下了 為什麼呢? 因為到時他會交上去給律政司看 律政司就會奇怪 你這一份下,這一份不下 是不是有什麼呢? 所以最好大家就全部都不要下,不要簽了 剛剛Alvin說到,入臭格那件事 入臭格我第一次,這件事可以一會兒說完 第一次我是11月30日 因為羊盾這件事下午被捕 沒得跟那麼多位義士喜龍和道戰過 但是因為那一晚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是原本日頭很熱的 晚上去到第二天 突然之間轉涼加上下雨 我當日是穿短衫短褲的 加上在臭格裡面,臭格的椅子是石屎做的 他沒有溫暖,又沒有簽給我 那天我完全睡不到二十幾個小時 最後他才給我一張簽給我 期後之後呢,我有了經驗之後 每次入臭格,之後入過三次 每次入臭格都強烈要求他給大量的簽 我之後每次都起碼拿五張簽 我希望大家,假設這麼不幸運 進去,最重要是保障自己的身體狀況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出回來 可能又需要你的嘛 還有拿五張簽,那我是怎樣用的呢? 兩張做枕頭,一張拿來蓋身 兩張做枕頭,一張蓋身 一張蓋身,一張就墊著底 因為底真的很寒 你不墊著它,你會感覺到寒氣一路湧上來 還有講起羊盾這一單 我也是昨天收到警察的電話 他決定,不起訴我這張盾牌案 這張盾牌案,他控告了我兩條罪名 第一就是,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 第二條罪名就是,藏有... 什麼不知道,疑似槍械 那個槍械其實就是羊羊的 羊羊因為他有玩BB彈槍,那支其實純粹是BB彈槍 其實二五個都不過二招二 最大問題就是,他控告我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 就說是盾牌 但他現在都決定撤銷了我 我其實可以說多一點點,終於 他當時呢,其實是什麼情況下抓我呢? 我說,早一天,聯絡羊羊 我說,你有盾啊,你有盾啊 我們有人喔,有人啊,不如拿來用一下 然後拿了,我準備上去拿 所以拿的時候呢,他還沒搞定 我說,幫他手一起撐 那陷陷的時候,陷陷一下 洋洋人下去買飯 不知道為什麼 我說,沒有理到門有沒有關 其實就應該關了,沒有鎖 然後就突然之間呢 突然就有人敲門,開門 就把警察拿出來 那時候我就對著走廊 這個位置是門口 那我就... 收電話啦,上去抹頁啦 那... 當時其實現在屋裡糾纏了很久 那我們... 也有一個一起被捕的 現在是我們的成員 那他當時其實都很害怕 那他怕到... 啊,又不斷震啊 又... 就是... 就是... 不斷去被警察嚇啊 又... 其實那些警察的態度呢 就真的很壞 他一見你害怕呢 他就不斷嚇你不斷嚇你 那麼嚇到你說的電話號碼也好啊 嚇到你什麼都說出來 幸好我們最後堅持 什麼口供都不下 那現在就什麼事都沒有 那當中呢 被他收了一部電話喔 那這部電話 啊,幸好我之前聰明 就是拆開了它才入袋 那我相信... 不過... 警察就算要拿裡面的資料都拿到的 不過是否可以做證據呢 這個又... 有個傷確支柱 那我部電話就... 當時新買了都好像一個月左右 那現在拿回已經變成一部舊電話了 那我在這件事上面呢 又損失了不知多少千元 那真是... 很慘啊 簡直他真的好像乞丐兜拿飯吃 那我現在就來吃飯也有問題 他現在還給我一部電話也好 不過這件事就正正反映到就是... 警方他在拘捕方面 是已經不需要有任何的理由 以及... 操守的了 他基本上想拘捕你就拘捕你 那所以下集我們就再講多些 拜拜 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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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